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后当工作人员说 永远要相信周深的现场时 周深全身上下每一个细胞都在抗拒并称flag会倒 让他为自己的表演打分时 他还能跟主持人伴嘴 一怒之下直接随拜拜 真是太好笑了 之后周深提到一个自己经历过的舞台意外 之后还不忘轻唱一段生活总该迎着光亮来发泄一下情绪 但是戴耳机的油油们 耳膜还好吗 不过周深模仿自己刚出道时用脸唱歌的样子也太像表情包了 周深讲述与工作人员的日常好真实 整个过程的微表情可以说是十分到位了 果然是周老板 员工们还要复合 强迫感人可还行 简直笑不活了 面对大家说自己是反矫情达人时 周深直接就是否认 之后周深再被问 喝温水可以更好地开丧时立刻回队 这部反矫情达人上线营业了 说真的 周深的5G冲浪速度是真的快 主持人的love谐音梗被周深嫌弃吐槽到不行 周深真帅留言最难对 大家学废了吗 不知主持人说了句什么 周深最后的你礼貌吗又重出江湖 最后一条采访中周深玩抖音拍摄视频选不出特效的样子 像极得天秤做的你我他 但是最后拍出的大头周深可爱炸了 整个采访太欢乐了 但是周深掩盖喜剧人特征营业事业超帅 一天的时间内既可以听新歌感受蹦迪 也可以看到周深的采访收获快乐 生米们太幸福了 期待周深新综艺播出带给大家更多快乐